坐缆车的人很懒多 哈哈哈哈 哇 走在这个轨道的下面 这个是一个很平常的周末的星期六 然后呢我们现在呢要去爬升旗山 对我们平时上升旗山的都是坐缆车嘛 可是我们这次真的要体验一个不一样的冰城 升旗山之旅 坐缆车的人很懒多 哈哈哈哈 所以我们不是懒人 所以我们爬上去 对然后呢在这一边的话 我们今天走一个比较特别的路 是在升旗山旁边哦 那个甘邦那边有停泊的 我们就跑到很上面哦 所以我们走下来 现在就开始我们的爬山之旅 是走的呢会有一点山路 会有一点楼梯还有坡游路这样子的 然后它的路口是这一个蝙蝠洞大坡公庙 这个就是它的那个路口 我们现在就去了 这个路线是英文是Bat Temple Trail 如果是刚才我们停泊那边直直上去的那个就是比较出名的一个trail 对 就是叫Penang Hill Heritage Trail 嗯它就是跟着那个缆车的路线上着去了 你跟着旁边的那些sign board呢 你会走来这个蝙蝠洞大波光庙 然后呢就直接继续走 你走走下呢就会看到一个比较泰国泰国style的一个华人庙 然后一样就继续跟着沿路走就好了 然后呢总之就一直跟着这个路直直走直直上 OK现在来到一个有小溪的地方 然后有厕所啦 然后现在就开始进入山路了 OK走下走下就会来到一个小小的瀑布 很小而已啦就是很矮很矮而已 然后呢就跟着路也是继续走而已 OK然后就会进入一个榴莲园 哇一路上越上越高 然后你就会看到对面是那一个极乐寺 然后一样啦就是走这一种已经铺好了的山路 经过了一个瀑布 然后继续的往上走 OK好晒啊 看我这一路上很好的是都是走的这种 我不懂是不是好啦 对我来讲我不要识人走山路 那这里都是那种过游路 然后这边呢 大家看到那个洋人拿这边的水来喝 有一些地方呢会有一间休息站 然后还有uncle在卖水和香蕉和水果 好美的冰城城市 一路上你会看到这种比较泰式的那种 好像泰式庙里有的那种建筑 就有一只只一只只只只只 所以推荐这个行动 所以? 天草啦 天草 你们看这些蚂蚁 太恐怖了 它们不懂在哪 这什么 应该是它们的窝 超多的 大这个庙呢 往外浮看是 冰城的景 那边呢 还可以看到冰城大桥 就是海 超美的 继续往前走 这景是很漂亮的 OK 现在已经半山了 所以我们会一直这样斜斜 走走走走 走得上 没有一个小时 现在我们走到一个 缆车的station 看 坐上去了 拜拜 拜拜 OK 现在上一个楼梯 然后上面去那个top station 可是还有差不多一个小时 OK 这边是走一些 不好的楼梯 和树根路 OK 这里都是山路 很好 我比较喜欢走这种 通过走那个 当然它不会有路 现在我们经过另外一个station 就走在这个 轨道的下面 然后呢 旁边就有一些流水 还有大概半个小时 就快到了 快到了快到了 这是那个轨道 哇 终于终于快到了 好斜啊 刚刚的路都 快到了快到了 快到了 Oh my god 耶 我们终于到了 两个小时15分钟 OK 我们现在很饿了 我们来这个 Cleaf Cafe 先坐下来吃一点东西 等下去再吃午餐 再来这个Cafe 它基本上就是一个 Decor这样子 OK 我们来这边喝这个 Aua Pardo juice 和Passian fruit OK 喝完了我们的饮料之后 你们要上去走走吗 不要 为什么你们这么懒惰 不是懒惰 因为 我们的脚 再也不是我们的脚了 我的脚是阿璐的脚 阿璐的脚是我的脚 对 所以我们走路有一点难 所以我现在走路是这样的 Oh yeah 这边就是Pilling的全景啦 现在很累了 准备下山啦 然后去吃午餐 所以我们升旗山爬山之旅 成功完成 完成 Yeah 很好的experience 这是我爬过最高的山了 真的 最高最远 OK 我们现在进不来的车了 Cafe Car 准备下去 nessa 这个